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所有的朋友参加今天的讲座 我每次来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刚才跟皇冠长跟神秘书都说 它大概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演讲场地 因为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完全没有被干扰 那通常我比较紧张 我大概到一个演讲的场所 我都会去测试麦克风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声音会被打得乱七八糟 因为有时候那个回音跟低音 它会跟高音的部分会冲突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个空间里 会有三四个自己的声音在跑来跑去 可是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 那同时灯光还有投影机的流明度 一万多的流明度 大概也是台湾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视觉上好清楚的画面 因为这个演讲我已经从北部寻回了好几个地方 可是刚才我看到画面我吓一跳 怎么很多地方看不到的颜色这里出来了 所以我想要特别谢谢社交馆的朋友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小的细节当它做好以后 我们才能够谈美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人盯在细节上 让我们感受到最好的听觉 或者最好的视觉 那我要谢谢有路出版社的朋友 他们编辑了《池上日记》《池上印象》 这两本书 把我在池上一年半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记录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也许我今天要讲的不只是池上 也许是希望能够借台湾319乡当中 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跟很多朋友分享 这个岛屿的许许多多偏远的乡镇 有没有可能在五都之外 找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跟尊严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打开电视打开媒体 我们不知道刺瞳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观音在哪里 我们会发现好多台湾 小小的这些偏远的乡镇 几乎完全被遗忘 他们即使很小 池上只有六千到八千人 我想蓝宇的野云村 那只有几百人 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人口那么少 他们努力生活着 他们应该找到他们的尊严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城乡的问题 出现严重的落差 那这个落差 我们不晓得怎么办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目前台湾媒体的一个非常遏制的现象 那我刚才想到说 今天等一下大家看到大概一百张的池上的图片 是我一年半当中 我散步的时候拿手机随时记录下来的四千七百张的图片 有录出版社的朋友帮我选出来的一百张 所以在座有朋友 如果你住在屏东的万丹 如果你住在一个偏乡 你就试试看用你的手机去记录一年的你家附近周遭的风景 以及人的现象 我相信那个东西加起来会是一个真正的台湾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被媒体已经渲染过 它变成一些很片段的残段的资讯 所以我相信也许我们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 大家用你的手机去记录 所以其实今年年初我在新竹清华大学 他们应用材料的一个文艺记当中 我就做过少年台湾的介绍 那这本书是我自己背着背包 大概走的二十几个市镇的一些记录 它并不完全 它在319乡当中 还是占的比例很小 只是可能是澎湖的旺安 蓝宇的野银 这个院里这些地方 那这些偏乡的记录 后来也经由应用材料的文艺记 变成一个手机记录台湾的运动 所以很多的人参加 最小的年龄只有12岁 那年纪高 年纪长的甚至有到七十几岁 他们就用手机开始记录他们自己家的周遭 我们看到一个澎湖的15岁的孩子 住在白沙 每天出门看到就是海浪 他就用他的手机记录了 非常漂亮的海浪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也许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时尚 我觉得真正的一个终极的关怀 就是不是要大家都只关怀池上 而是借着池上希望所有的朋友 从自己身边做起 即使你在高雄 我相信前镇 它跟林亚是不一样的 你的社区本身有特色 而这个社区有过去的历史 沿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沿城为什么有一个赖南街 我相信如果你去挖掘下去 你开始用你的手机去记录 他里面就有一种骄傲 他也有一个他自己居住的 对于环境的在认识 我常常去赖南街 买一个很有名的杏仁茶 然后那个人每次我 我常常去他都没有开店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抱怨说 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到那么晚才开店 他说我们是黄小虎家 你知道吗 我听到我很喜欢听民间讲这种事 他有一种自信 他有一种骄傲 你不要把我当一个普通卖新人茶的人 他的那个快乐 我觉得池上也有 池上卖新人茶的 在池上日记里面提到的张立友 卖四神汤的几本肉圆的赖品玉 在书里我都提到他们 大概都是三十岁 甚至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 接着家里面可能三代的产业 继续做几本肉圆 做杏仁茶 然后他们把一个东西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那个是台湾的未来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里 像修行一样的把自己的专业做得非常好 它就是价值 它比很多空洞的伟大要重要的多 我想真正其实在成熟的社会讲民主这两个字 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尊严都被找到 那我们误用了 我们认为民主只是选举 它不是 民主是每一个人回来做他自己的主人 他能够认知他自己存在的价值跟信念 所以我很高兴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在池上的一些记忆跟经验 我想我从2014年的10月开始谈起 因为当时有一个台湾好基金会 台湾好基金会当时创立在大概2009年前后 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句话 作为他们建立基金会的宗旨 就是台湾的好要从乡镇做起 只有一句话 就基金会的一个信奉的宗旨跟目标 那台湾的好要从乡镇做起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 319乡 甚至有更多比乡还要小的单位 要怎么选择哪里 所以最后他们就发现了东部重谷的池上 有非常特殊的景观人文 所以就决定基金会第一个蹲点的地方就是池上 那事实上现在台湾好基金会在桃园这一带 苗栗这一带像新屋 他们都已经蹲点 那南部他们蹲点的地方是草州 他们已经开始不止在池上 他们开始做很多乡镇的努力 像他们在苗栗这边就辅导了四个小学的营养午餐 全部用自然农法来做 那这是台湾在主流媒体里常常听不到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真正台湾的未来一定是在这些基础里面所做的努力出来 那他们最早在池上蹲点 非常早 那他们觉得池上是一个农业的社区 他们有175公顷 非常完整没有切割的农田 所以池上的米非常的有名 不只在台湾有名 在国际上也非常的有名 所以当时就以这个农业的基础来发展了 台湾好基金会对乡镇的一种认同 那我想大家知道务农的人 一年里面都有重要的一些节日 比如说春耕 比如说秋收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他并不抽象 他就春天要插秧要耕种 秋天以后可以收货收割 那么因此台湾好基金会最早的活动就是办春耕跟秋收 农民在田地里劳动 同时台湾好基金会邀请艺术家到池上来 停留三天五天不等 那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跟习慕容跟谢望林 一起去池上朗诵诗 希望能够把文化上的一些努力跟土地里的劳动 能够连接在一起 那秋收后来办的更大 因为秋收以后在一片收割的稻田上 就开始有表演团体在那边做表演 像很有名的幽剧场 在收磕的田里面打鼓 那他们大概会有连续三天的表演 第一天一定是免费招待池上相亲 叫做相亲场 因为这是池上人提供的一个收割的一块田 出来做舞台 那我想对表演的艺术家来讲也是非常新的经验 因为你在一个舞台上表演跟在户外表演完全不一样 你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你不知道那天会不会出大太阳 你不知道你演了一半打鼓 一半天空的那个云就开始飞卷 所以他其实挑战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那个用天地做的舞台 给予很多参加过春更秋收活动的朋友 非常大的震撼 那后来接着就是云门舞集 云门舞集为了在2013年 纪念他们自己在这个岛屿上成立了一个舞团 到40周年 那40周年是一个大的活动 要做什么事 那他们决定在池上回馈给这个岛屿最好的一块土地 所以从2011年他们就开始筹划一个舞蹈 纪念40周年叫做稻河 所以他们在一个叫做夜云中的农民的田里 装了一个录影机 这个录影机连续持续性的录影录了两年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图像是惊人的 然后最后剪出他们在舞蹈 就是稻河舞台上的这个背景 所以你可以看到春天的央苗 你可以看到稻河的成长 你可以看到黄金稻穗 你可以看到收割 你可以看到收田 就是一年四季一个水田的变化 那这一支舞首演在池上收割以后的稻田 那现在今年的4月16号 我跟这个舞团到了巴黎 他在巴黎的势力剧场演出 然后去年的9月 他在纽约的下一波艺术节演出 之前在伦敦演出 然后也在莫斯科演出 我跟这个舞团 跟着这个舞去了四个不同 台湾国际上的城市 就是莫斯科 我们在擅长的时候 常常像法国的朋友会跟我说 没有办法想像 亚洲的水田是这么美的 因为欧洲大部分是麦田 麦田就是干旱的 他们没有水田的经验 就是擦秧以后的水 会导映出云天的那种绿色 因为麦田没有那么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我常常跟朋友讲 在纽约的那个Next Wave 下一波艺术节演完以后 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池上 那个字现在大概已经比台湾两个字还有名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 把自己的关注放在一个很小的东西上 我们从小读太多伟大的东西 那我觉得伟大没有错 可是伟大很容易空洞 那也许我们应该回来 落实在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上 如同刚才说 台湾的好要从乡镇做起 可是我们能不能自己认同一个小小的 可能人口一直在外流的小小的乡镇 而我们确信我们如果在那里蹲点 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它会改变 我想这是我自己对于这个土地的一个非常大的寄望 这个岛屿也许所有不得了的伟大的事 我们现在都很难做 因为有上层的人在做 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朋友 我们如果回来做平凡的自己 我们在每一个行业上顿点 我相信它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好基金会觉得 过去办春耕秋收都办得非常成功 像2014年到池上秋收就是张惠美 所以它已经吸引全世界的人在那个收割的稻田里面 听艺术家的歌声或者是舞蹈或者表演 那么基金会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也许可以作为下一步的改善 因为发现文化界的人 艺术界的朋友来三五天 短暂停留还是不够的 觉得在漫长的劳动当中 池上的农民跟土地的关系 跟自然的秩序 能不能在更长的停留里面找回来 所以当时他们跟我谈这样的计划 就决定任养一些老房子 池上很多 我相信不止池上 台湾很多偏远的地方 很多废弃的房子 废弃的空间 而这些房子 其实稍微整修一下 就可以作为艺术家住村的据点 所以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池上香大浦村 一个大概已经有六十年前盖的一个国中老师的宿舍 可是现在国中老师宿舍其实都越盖越豪华越漂亮 所以这些老的宿舍都废掉了 那废掉以后没有人住 木结构很多都有蛀虫啊 所以基金会就任养以后稍微整理 就让我去住 所以2014年我第一次到了池上 就住进了大浦村 那我当时也不确定我能够住多久 三个月呢 半年呢 一年呢 那到今年5月在台东画展开幕 是一年半 一年半的时间 我画出了我的作品 也在台东美术馆等于交一个成绩单 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是 我同时画画 我也做很多 每一天点点滴滴的记录 就是有路出版社编的赤上日记 那同时也是用我的手机做了很多图片的记录 当时总共是4700多张 那当然如果你从很专业的摄影来讲 手机的画素也许还比不上更高的专业的这些摄影机 可是我要求的并不只是摄影 我要求的是说图像里面有生活 像刚十月刚到池上的时候 稻田就是这个景象 所以这是2014年十月底的时候 我当时经过初来大桥 大概从池上出了池上香 往南走 你会经过跨在北南西上的一个初来大桥 初来大桥通过以后就是进南横的起点 再进去就是雾路 然后你一直可以到立道到向阳 现在八八水灾以后这条路已经不通了 可是大概如果大家去那边走一下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穿过南部中山脉 非常美的峡谷 所以我想当时我在初来大桥上看到 这一片稻田这么漂亮 黄金稻田 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池上 看到也是这个风景 因为现在是一起到座将要收割 大概六月二十几号 池上就开始收割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黄金稻穗 非常饱满的那种黄金稻穗的感觉 可是我当时也很讶异说 为什么会有一些像中空的孔洞 你远远看过去 再过去就是台东了 然后贝南西绕过去 那你在初来大桥底下看到有很多凹下去的部分 那我不太懂那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都会长大的 其实对农田非常非常陌生 那我也很好奇 我后来就问农民 那他们大概是这一年半当中真正的老师 他们教会我很多的东西 他们告诉我说那个表是要丰收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稻穀够饱满 它就会往下垂 所以等于是那个稻穀整个重量到稻杆 已经无法支撑就塌下去一块 可是当然也很危险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一阵暴雨 这些稻穀就泡在水里面很快就烂掉 所以要立刻抢收 所以我想这些是我们在读书知识的系统里 大概学不到的经验 我常常觉得论语有八个字一直在骂我 就是四体不勤五骨不分 那从小读这八个字都很害怕 因为你到菜市场很多东西你叫不出名字 那你平常也不会在土地里劳动 我想作为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 如何去反省自己身体里面所欠缺的某些东西 因为所有的对土地的认知 它不会只是理论 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日复一日累积的经验 所以刚刚提到像叶云中这些农民 张天柱 梁正贤 他们是持上半世纪以来在土地劳动的农民 他们是我这一年半当中真正的老师 这样的风景在池上其实常常容易看到 因为175公顷 其实它的视觉就刚好是跨在东边的海岸山脉 跟西边的中央山脉之间 完整没有切割的农地 其实我们在江南平原可以看到很辽阔的农田 可是在西海岸 包括现在蓝阳平原 其实它被切割的比较严重 然后你也常常在景观上 没有办法看到非常纯粹的农田 那池上比较特别是因为刚才提到说 到目前为止 不敢保证以后如何 到目前为止 它是一个没有被破坏的175公顷完整的农地 然后他们我想大家听到可能很惊讶 他们彼此有默契 他们立法175公顷的农地不准买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做到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 蓝阳平原的经验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你没有办法保有一个农地的完整度 而且如果你要推自然农法 有机农法 你必须联络所有周边的农民一起来努力 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种一块田 我用自然农法 我不用农药 旁边的田用农药 你没有办法做到自然农法 因为农药会飘过来 农药会顺着水流流到你的田里面来 所以其实我们慢慢认识到有机农法 自然农法是一个全民的共识 如果175公顷里面 很多的农民不认同 你还是无法退占 所以这是我到池上住村以后 我对于池上的尊敬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短视 他们有国际视野 他们有远见 所以他们可以种出台湾最优质的稻米 里面很多原因 当然从日据时代日治时代 就有所谓的玉黄米就是池上 那它的自然条件很好 是因为你现在如果看那个埋害污染 全台湾没有沦陷 大概就是东部 其他地方都沦陷 我们知道空气污染当然会影响植物 所以你即使有机自然农法 空气本身都会把不好的成分 变成农田里面被污染的东西 那自然条件就是 池上空气太好 第二个 北南西的水太好 空气没有被污染 河流没有被污染 土地才不会被污染 可是接下来就是人的努力 就是我们自己不在家 各种的化学物质去污染这个土地 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可以看到台湾这几年 大家一直谈的食安的问题 我们的食品安全已经到了大家 人人可为不知道怎么办 我的有很多朋友是非常重视养生的 然后长年来以吃 认为最营养的麦片为生 然后最近发现麦片里面有落草剂 然后他们就愤怒的不得了说 我这样子养生 最后里面是有落草剂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落草剂是什么东西 我们有多好的豆类里面都有落草剂 我们的梅子里面也可能有落草剂 可是在池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里的农民好特别 他们很早就开始对抗这个东西 他们要求他们有最好的空气 最好的水 最好的米 最好的土地 最后大家维护了一个土地 不可以随意买卖 那我还是要讲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因为如果我们自私 我们就觉得 我为什么不能卖土地 这是我的土地 如果有人炒地痞 我就卖给他 可是台湾就开始坏下去 所以我相信台湾的好要从乡镇做起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高的 对自己土地的那个爱在里面 他才能够维持这样高品质的一种情况 好 这是我刚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稻谷 因为他的稻穗非常饱满 所以他都几乎往下垂 那当时我的老师张天 住这个农民 他就跟我说 一个成熟的丰收的稻穗 他必须非常谦卑 他的头低的越弯 越是丰收 如果很自大 挺着直直的 绝对不是好的稻穗 好的稻穗 必须更靠近土地 我常常在这些农民的老师口中听到了 我在知识圈听不到的话 就什么叫做谦卑 他不再那么抽象 而是说他承担了更大的生命的饱满的重量 所以他可以垂到这么低 那十月刚好是大坡池 就是池上命名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池 大坡池 大坡池周边有非常多的台湾蓝树 台湾蓝树现在在高雄台北都不难看到 它也变成很重要的行道树 那在十月底的时候 它的树的绿色上面都是红色的甲果 那这个甲果不是花 很多人误会以为它是花 它的花其实是黄色 等一下大概快结尾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那我今天会在这些图片里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自然的秩序 自然的秩序是说 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植物 什么花会开 什么东西会结果 那过去的农业社会 它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刚过了盲种 二十四节气里的盲种 可是大家对盲种 这两个字好陌生了 《红楼梦》里面 大官员的女孩子 她们还过盲种节 盲种节是花神退位 主管花的神要离开了 所以所有大官员的女孩子 会用彩色的丝线绑在花树上 跟花神告别 因为少女们觉得她自己的生命很像一朵花 所以花神告别 变成了对她自己青春的某一种记忆 所以我们十几天前 刚过了盲种节 可是也许在都会里 我们对盲种已经没有感觉 再过三天 六月二十一号是夏至 将是夏至 夏天真正到了 它跟前面的一个节气的立夏不一样 那夏至这一天 阳光直射北回归线 所以它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 夜晚最短的 我要讲的是说 自然秩序其实在上千年的农业文明当中 是人类非常熟悉的 而人类也依靠这个自然秩序在生活 从八千年前的尼罗河文明 美索不达文明 黄河文明 恒河文明 四大古老的文明都跟农业有关 而这个农业是懂得 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 非常安静的 有耐心的等它发芽 等待它发芽 它跟前一个阶段 人类的狩猎的文化 游牧的文化不同 狩猎的文化 游牧的文化是移动的 人跑来跑去 所以那个时代还没有婚姻制度 因为你跑来跑去很难婚姻 你必须定居才能有婚姻 所以我们知道在游牧民族 大部分是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听起来也很抽象 可是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古书里说 上古之民 但只有其母 不只有其父 就是孩子生下来 baby生下来 知道妈妈是谁 不知道爸爸是谁 因为爸爸跑来跑去在打猎 所以那个叫母系社会 所以等到农业定居以后 才开始有了性别的分别 男人是田里面的劳动力量 我们现在写汉字的男 很清楚地告诉你 这个字产生于农业时代 所以男性所主掌的文化政权 开始出现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人类在土地里面 建立了农业文明以后 它逐渐观察整个大自然的变化 所以像历春大概就插秧的前后 就是我们在过旧历年的那个时候 那它开始预告春天的来临 然后有一个叫春分 那春分以后标志着白天越来越长 那秋分以后就是白天越来越短 所以春分跟秋分也是24个节气里 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 我们有个节日 名字非常好听叫白鹿 在诗经就出现这样的词汇 所以我特别要提到说 我们是不是离土地太远 我们是不是离自然太远 我们已经不知道 晨昏春夏秋冬是自然秩序 我们身上如果离这个太远 会发生什么问题 因为在自然秩序当中 大家都会有一个耐心去等待 它的起伏跟变化 寒暑 寒冷跟热 它会有一个变化 所以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自然秩序被破坏的问题 为什么会热到这种程度 每一年看到的热跟冷都在破表 极端气候的问题 海平面的上升 南极北极的冰盖的融化 很多动物的濒临死亡 这些人类对于在工业革命以后认为人定胜天 最后对于自然秩序大量的破坏 造成的问题已经严重到我们几乎不可收拾 那因此这个时候我们从时尚作为起点 重新去认识一个自然秩序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一个文明 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时尚日记的原因 就是我要讲的其实不是时尚 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类面临到自然秩序大量破坏的关头 那个东京议定书要求每一个国家排放的污染要到什么程度 到现在都无法限制 美国也不遵守 很多地方都不遵守 那大家继续在那边叫说人类快要灭绝了 可是继续在用各种的污染的方法破坏这个地球 我想这个时候当我去池上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然秩序里面找回的一些让我感动的东西 那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讲一下 我最早在自然秩序里面的一种触动 我刚到池上因为我是准备要去画画的 所以当然就在我的画室里订了木板 然后就开始画画 你白天出去玩跑来跑来 刚开始其实很订不下来 就觉得很喜欢跑到田里面去看 然后看农民在收割啊在烧田啊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愧疚 觉得农民在土地里劳动 那我能不能回家多画一点画 画画也是劳动 然后你那个画布老在那边空在那边就觉得很不安 然后就开始想画 那有时候画画画到八九点 然后就觉得好像应该去吃饭了 然后我就跑跑到池上有一条街是最热闹 餐厅都在那边叫中山路 其实也不长 其实有几家餐厅 然后就发现没有一个餐厅有东西吃 我吓了一大跳 那是我第一个都会人在乡下的恐慌 就是大家知道你在高雄你根本不要怕 你二十四小时不会害怕没有东西吃 可是你在池上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所有人他在依据自然秩序在作息 日出而作日入而习 所以他们就在笑我说 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吃饭 我们六点大概都吃完饭了 八点就上床了 那他不是都会的秩序 他是自然秩序 所以大概在那里一年半 后来我就开始从这件恐慌事件 努力做功课 八点上床看书 然后九点入睡 大概这个季节都是四点半到五点以前 一定起床就开始走路 因为不然的话太阳太烈 你根本没有办法走路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最美的清晨 那个海岸山脉的光 一束一束的照到中央山脉 然后听到北南西的那个水声 在我的脸书上我常常就把我 及时拍下来的东西留在上面 跟很多朋友分享 可能对都会里来讲 越来越陌生的所谓的自然秩序 而这个自然秩序是 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接下来立下以后一定是收割了 收割会有一段时间土地的休息 倒梗打碎翻在土里 那什么时候是二期到座要插秧 开始被南西的水被引进来要放水 它都有一个周期的 因为插秧的时间不对 收割的时间不对 都违反自然秩序 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秩序是我在池上 我觉得重新做的一个重要的功课 那也感觉到说 好像自己的身体到那边越来越好 那因为它有一个自然秩序重新找到 你可以觉得自己的身体 可以跟大自然中间有一种对话 有一种呼吸 那事实上在都会里有时候 我们很不自觉就会晚上熬夜熬得很晚 因为反正开灯就是白天 关灯就是晚上 所以你根本已经不知道 什么叫做自然秩序 然后对于冷暖 我们的感觉也不明显 因为有空调 可是在池上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多久 大概到12月1月的时候 中午的东北季风吹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 怎么可能这么冷 因为我没有想象池上会怎么冷 因为在地图上它很难端 我测了一下温度5.6度 5.6度 大概在台北都算是很冷很冷的气温 因为重谷的关系 它像一个走廊一样 那个东北季风整个穿过去 我们叫做穿塘风 穿塘风 那我就问这些农民说 我没有想到池上这么冷 他说你知道池上的米好 是因为温度的落差非常大 他经历白天30度以上的太阳的 蒸晒到晚上降到5点多度 他说你知道那个生命 在最大的寒跟热当中 它的生命力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池上米好 有好多背后的东西 而这个背后的东西 重新让我们思考 什么叫做生命力 生命力就是 我可以通过一切的自然的难 存活下去 比如说 我们在最荒野的地方 会看到秋天飞起芒花 比如说我后来画了芒花 这是烧田以后的景象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 芒花就是到处都可以生长的 然后油菜花也是到处可以生长的 以前叫女人的命不值钱 叫做油麻菜子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变成一种歌颂 意思是说它的生命力够强 还有我很喜欢的黄井 林头 大概都台湾海边的植物 耐咸 耐旱 耐风 那这些植物的生命力 我一直觉得应该纳入到台湾的自然教学里 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岛屿本来生存上就有很大的难度 那我们怎么去克服那个难度 我们如果每天坐在那边说危机危机 危机不会改善 不会改善 我想像任何一带移民到这个岛屿的人 从来不会在那边整天叫危机危机 他就是卷起袖子就做起事情来 那不然不会有台湾的文明 什么叫做碧露蓝绿 什么叫怡起山林 我们大概已经忘了那个历史了 所以也许我们今天讲自然秩序 不只是在讲面对一个美丽风景的问题 而是说怎么样从移民的文化当中 找到了最初面对大自然里面的高难度 然后去挑战去完成自己生命的某一种力量 像在收割以后 我们就看到那个土地一块一块的干巴巴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看到很美很美的景象是道梗 道梗就是那个根 扎扎实实在土地里面 因为平常如果黄金稻穗的时候 你看到都是美丽的稻穗 大家都在歌颂稗 我现在其实很想歌颂那个道根 因为没有那个根 不会有上面美丽的稻穗 那我们忘掉了有两个汉字 非常重要就是根本 没有根本 不会有上面的美丽跟华丽跟富有 我们可能一直在忽略根根本是什么 就是收割以后 你看到稻子的根 这么扎实的在土地里面 它的那个真正的力量 所以像这样的 我走过去我用手机拍下它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稻梗力量好强 就扎在土地里面的力量 那么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在重新找回自然秩序里面 应该再去认识的东西 那手机的照片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保留 比如说收割以后的稻田 那个气味好好闻 就是那个稻草弥漫在空气里的那个香味 所以这次如果有去台东美术馆看我画展的朋友就知道 从入口就是全部是稻草的味道 里面用了4.5公尺的这个稻草堆起来一个高台 因为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是躺在稻草堆上长大的 那个稻草的香味是陪伴你长大的气味 所以也变成我们这次在美术馆展览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记忆 刚才讲到芒草 就是芒花 有人叫田根子草 它大概一到十月以后 秋后台湾到处都是 在河滩上 在废弃的墙角 在墓地都在飞芒花 很多当地人也许不喜欢芒花 觉得它好像太容易生长 可是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生命力 我们反而在这些植物里看到了最强大的一种 蔓延跟生长的力量 很希望大家跟我分享 那个稻梗 最后还要用耕田机打碎翻在土里 它是养分 它是养分 那个根跟那个本 我想我们已经遗忘了很久 那我们能不能做那个根本 来作为这个岛屿里面建立基础的某些人 来年春天要插秧 那个土地不够肥 没有养分 它是没有办法插秧的 所以前面的稻梗全部被打碎翻在土里 所以当地的农民跟我说 这个时候池上最安静因为没有游客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时候最没有风景可看 可是有时候我常常对风景两个字打一个问号 我相信其实我现在觉得 这个季节是我在池上很感动的一个季节 因为我看到了根本 我看到了农业文化里面扎扎实实的某一种力量 那么池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农村 它有好多不同的记忆 它有原住民 大部分是北南族 有部分的海边的阿美族移民进来 大概占四分之一的人口 它曾经有过一度大量的西海岸的客家移民过去 所以有四分之一的客家移民 像我住的大浦村还有万安村 大概都是客家聚落 它有后来到大概六零年代的时候 退府会所辅导的很多军人的开墾 就是我们口中说的老农民 那我最近还访问了一个八十几岁的 那他当时就是在李国鼎底下 派到那边去成立出路牧场 唐场 蚕丝被 就是发展偏乡的地方产业 那现在我在池上散步 我会看到一个 新兴区十六庄 民国五十九年 那个字体我们现在都很陌生了 大概就很唐凯的 那种端端正正的字 就那个年代的某一种字体 可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庄 后面已经没有建筑物了 就是一片空地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那是台湾的某一段历史的记忆 这些人如果还活着 大概都超过九十岁了 然后他们可能在当时 我看了一下记录 他们一个月的薪水是四十五块台币 然后连娶妻生子都不敢想 这样子活下来的一群人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池上的四分之一人口 就是四分之一的原住民 四分之一的客家移民 四分之一的老农民 以及四分之一 在他们之后陆续从西海岸 又移来的闽南系统的 辅老系统的人 所以他的族群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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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此你会发现 池上很有趣 池上没有我们在都会里看到太多族群之间的对立 然后最有趣的是 他作为一个偏乡 他跟台湾很多的偏乡一样 在最近的十年当中 也有所谓的外籍新娘 如果大家翻译一下最近的天下杂志 报道了一位越南的新娘 叫阮燕梅 阮燕梅 燕子的燕梅 花的梅 她就是池上国中现在的家长会会长 可是她是越南人 那前几年我 我刚去的时候 我2014年 我也听到大家在那边好像有一点窃窃私语说 怎么我们池上国小的家长会会长是个越南新娘 过一年又听到说 怎么我们的池上国中的家长会会长是一个姓阮的越南新娘 那我听到以后我就问他们说 她的孩子是池上国小的学生吗 他们说是啊 那我说她的孩子现在在读池上国中吗 他们说是啊 那我说她当然是家长 不然你要叫她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 这个岛屿其实我们大概要从很根本的去了解 人之为人的某些原因 而这个阮燕梅最近天下杂志 就是大副片报导她 在越南前一阵子因为工厂企业里面很多的冲突 就有排华事件 可是大家也分不出华里面有这么多不同地方来的华人 所以台湾人那个时候有被殴打 阮燕梅飞回去帮助这些台湾企业 稳定当时的越南人对这些台湾企业的仇恨 那我听到她的故事我觉得好动人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外籍新养在台湾的偏乡 是多么受到压抑跟歧视 完全不能够认同她自己的文化 而这些孩子他们的母亲 他们也无法跟这个母亲沟通 那事实上我知道像美农 很多学生在那边教书 告诉我三分之一的孩子的母亲是外籍新养 可他们在一个保守的家庭或者受到压抑跟歧视的状况 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孩子做非常好的亲子关系 我相信这是台湾下一步要努力的东西 这个岛屿如果气度辉煌 它一定要突破这个部分 那足够的自信才会让自己真正的去从爱护你的孩子开始 变成爱护所有的孩子变成家长会长 因为她做的公益事业最多 所以最后她就被选出来做家长会长 那因此我想这是池上的骄傲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翻一下天下杂志 翻一下有一位德国回来的池上的女孩子叫李湘怡 她最近出了一本书叫看见池上 里面也报导了阮燕美 也报导了这些超过九十几岁的老的农民 那么因此我想这是池上的故事 所以我想有时候看到这个 我觉得有很多的感触 像再走一走你就看到一个眷村 东新二村 东方欣欣向荣的心 他当然就是一个眷村 然后就站在那边读他的对联 东邻起信 就是东边有一个邻居 没事来挑衅 从容背景 所以这个人原来不是军人 他是一个学生 可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 可他觉得战争发生了 他必须要去卫国土 所以他就当兵了 从容卫国土 离开自己的家乡 背景是离乡背景 然后他就到了台湾 后来没有战争了 他可能就被辅导 所以他说新蒙辅导 这有点歌功颂德 可是我想当年真的是 退辅会帮这些人 重新回到一块土地去耕田 新蒙辅导 结甲归田建家园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对联 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到 台湾有一段历史 是在这两句话里 讲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在池上面对一个 九十几岁那个年代 住在东兴二村的老人 我相信我大概只有和时致敬 不敢有任何的批评 所以我相信这个岛屿的历史 也许我们其实如果有所关心 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看到 每一个世代他所做的各种的努力 池上从很多游客来讲 就是一个没落的市镇吧 没落的乡镇吧 连城市都谈不起 所以眷村没落了 戏院没落了 他们告诉我 当年繁荣的时候 曾经有三家戏院 你可以知道那些劳苦的农民 晚上去看一场电影的快乐 而现在你看到的五周戏院 已经荒废好久好久 然后他最后演的电影是《八百壮尸》 跟《小城故事》 我想在座年轻的朋友 不知道那是好莱坞的哪一个电影 可是他就是台湾那个年代 配合政策的某些电影 我在池上我一直感觉到 什么叫做没落 没落是因为大家对那段历史毫不关心的 可是他曾经是一段历史 也许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讲给年轻的人听 讲给外地来的人听 像不止戏院没落 砖窑场也没落 在万安村的山坡上 有十九个洞的这种烧砖的厂 当年我查了一下记录 他们烧出来的砖 曾经供应重骨 北到玉里 南到路野 所有的建筑材料应用 就是烧砖 可是现在我们建筑材料 大部分不用砖 所以这个砖窑场就没落了 那我几次去这个砖窑场 我就希望说他能够重新烧起火来 不一定是烧砖 而是说八百度的温度烧砖 其实可以烧低温陶 那如果有陶一家可以住村 带着当地的孩子 重新去认识台湾古老的柴窑 我们叫蛇窑 那怎么去创造产业的转型 我不知道这里面才是不是真正的文创 其实文创是包含着你对自己土地 过去历史的一个再认识 所以像我自己住的房子 就是一个超过半世纪以前的老的 国中老师宿舍 那别人说 你要不要在池上买块地 然后盖一个画室 然后甚至弄个游泳池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 我觉得我们的偏乡 好多老房子整修一下 住起来其实比都会里很多豪宅都舒服 因为有院子 平房 黑瓦屋顶 我讲这三件事 你就知道在高雄跟台北 你现在很难住到这样的房子 所以我觉得我很奢侈 因为我在池上还可以住在一个有院子的房子 而院子里面都是树 然后黑瓦屋顶 然后最好的是那一条街 有一个九十四几岁的老阿伯 所以他就除了自己的花圃以外 整理那一条街的花圃 所以我的树自然都有人来打理 然后长得好的不得了 那这次我等一下要跟大家提到 我到池上第一个做的功课是自然秩序 因为再晚晚一点吃不到饭 你必须尊重自然秩序 第二个我做的功课是土地伦理 因为那个人整理花圃 不会只整理自己的家 他是一条街都整理的 那这个叫土地伦理 因为大家知道在池上如果要抢收 现在要收割了 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抢收 所以他不可能是自己 收自己家的田 所以因此他们的邻里关系一定非常好 因为七家八家的人帮助一家收割 第二天别人来帮你收割 再帮他收割 是这样子轮流下去 这是上千年的土地 建立起来 人不自私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关系 可是我们在都会里 我们慢慢忘掉这个 所以我当时发生第一个恐慌 是有一天我打开门 忽然发现门口一堆木瓜丝瓜 我就吓一跳想 糟糕谁把东西放在我这里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 是谁家就东问西问 然后到黄昏的时候有人就说 你们台北来的很奇怪 那我们木瓜很多 我们就会也不吃也烂掉 就放在邻居门口 那现在我看到我也就把它拿进来 我从来不会问 那可是我想你在高雄 你如果住在什么 这个大楼当中 门口忽然看到一堆木瓜丝瓜 我觉得你也不太敢吃吧 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慢慢你就开始觉得 土地伦理里面 大家一起劳动 一起分享的土地伦理的记忆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忘掉了 因为我童年时候 在台北的大龙洞长大 家家户户都不太关门的 所以我相信那个年代 还有农业手工业的尾声 在影响社区 可是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 台湾出现很多钥匙儿童 因为爸爸妈妈太忙了 所以小孩都自己拿个钥匙 记不记那个年代 出现很多儿童的绑架案 我们的都会是一天一天演变出 最后在捷运里面出现 随意杀人的事件 因为人对人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防卫 越来越恐慌 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敌人 因为生存空间太小 所以今天是不是应该 适当地找回自然秩序 尊重那个大自然的循环 是不是应该找回土地伦理 重新尊重人与人 分享土地的欢乐的可能性 我想这两个是这个池上日记 我们真正想传达的一个讯息 不只池上 而是这个岛屿 或者是人类今天 都应该要重新反省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钻腰厂 目前我一直找很多陶医家 大概二十几号 还有一个台北的 八十几岁的很有名的陶医家 孙超他要来看 我就一直想问他们说 能不能让这个十九个洞再烧起火来 他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 没落两个字是人为的 因为你不重视他 那有时候我还跑到左营去吃 那个酸菜白肉锅 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吃 因为他有他的记忆 他才好吃 你在米其林三星你绝对吃不到 因为他是生存出来的记忆 然后你也发现他旁边有一个戏院 左营郡区的那个老戏院 所以台湾的历史其实很有趣 就是超过五十年以上 这些人的生活的记忆 应该重新被尊重 那我现在最怕两个字叫做创意 因为我觉得乱创意的时候 其实蛮可怕 因为其实创意 是要尊重那个传统的 我们怎么样把五州戏院 重新拿出来用 我们怎样把这些专窑厂 重新拿出来用 然后里面才有创意的 如果你没有尊重 那个原来的产业基础 那个创意就是 自我表现 我想创意里面有很重要的 对于那个土地 过去伦理的一个尊敬在里面 好 收割完了 然后农忙过后 农民比较悠闲 然后我就晃晃晃到万安村 万安村是客家村 然后有一个客家人拜的保安宫 然后在保安宫前面就搭起台子 就演了一台戏 我在那边听就听不懂 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龙洞的保安宫 庙口长大 一直在听歌仔戏的 所以我们对歌仔戏很熟 有时候还唱两句回去给妈妈听 可是那天我听了半天 我说这不是歌仔戏 不知道是什么 也不是闽南话 然后听听听 他们跟我说这个叫做客家的收东戏 收获以后冬天卸神的戏 叫收东戏 它是台湾一个越来越没落的剧种 可是客家村落还会找到收东戏的戏班 来在保安宫前面也现神的戏 所以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的民间很了不起 就是我想可能在很多大学的戏剧研究所里面 大家都没有听过的收东戏 它在民间还在流传 还有少部分的人知道有收东戏 把这样的剧种找出来 在庙口演出来 可是我也觉得真正的文化 不会是大学的研究论文 它就是在生活里跟百姓在一起 那百姓收割以后觉得今年丰收 所以要谢谢神 所以他们就会演收东西 那一年是大家最欢乐的一年 因为他们跟我说 应该撑出一万公斤的稻穀 撑出了一万三千斤 那意思说每一粒的稻穀都异常饱满 所以他们就去谢神 他们觉得这是老天给的 并不因为你劳苦 你就一定是丰收 是劳苦还加上天意 你才有丰收 所以我想那个敬天敬地的心意 也是池上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这是茄冬树在冬天结的果子 我刚刚提到八个字是我一直惭愧 就是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 那我跟农民聊天 他们说农田里面不能够乱种树 因为树的根会破坏田土 特别像榕树这种树 千万不能种 因为种了以后整个田都完蛋 因为它的根会乱串 那如果要种树就种一种就是茄冬树 茄冬树的根不会乱蔓延 所以那边很多茄冬树 然后冬天就结这个茄冬子 那我学会了 那没多久我台北的朋友来看我 就在那边大叫说 哇你们这里冬天怎么会有这么多龙眼 所以其实都会人在池上的笑话 也并不好笑 因为我自己也刚学到 我也不会笑别人 因为你自己才刚知道 你当然不会笑别人 你只跟他说 那个不是龙眼 那个是茄冬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 其实做起来很快乐 就是如果我们放下知识分子 自己永远不能犯错的身段 你本来就在学习 你在跟农民重新学习 认识大自然 认识很多的东西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快乐的 有一个景象是我非常喜欢的 可是有人在说 大概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景象 就是烧田 那西海岸现在已经立法 大概不能烧田 因为烧田会造成埋害 空气污染 可是东海岸 我不晓得是因为空气太好 所以大家也觉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我问了乡长 他说我们也有法则 就烧田会有罚款 可是好像又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偶然人家烧一烧 他也不太管 那为什么要烧田 这是传统制造肥料养分的方法 就是一期到做到二期到做 时间太短 来不及打碎那个稻梗 等它腐烂在田里面变成养分 这个时候会烧田 那我看到烧田我真的好震惊 因为那个熊熊大火烧起来 然后在烧过的田里面 就会沿着稻梗 蔓延出那种漠黑的县 我常常跟朋友说 它是比故宫的书法还让我感动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知识分子文化圈里 我们讲到的书法 一直就是王羲之 颜真卿跟苏世 天下行书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忘掉 其实在书谱里面所提到的 很多书法上的动人的东西 是来自于大自然 蛇惊鸾飞 那个被惊动的蛇 那个飞起来的鹤 都可能是书法 所以其实书法大概要还原到大自然里 有更多视觉上的感动 为什么王羲之学书法 是要去听雷奔 奔雷的声音 雷的声音 为什么要去看波浪的起伏 为什么要去看拉宫的紧绷的琴弦 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 在魏夫人王羲之的老师 教他笔正图的七堂课当中 没有一个是去故宫 全部是去看大自然的东西 比如第一课就是高峰坠石 从高的山峰上掉一颗石头下来 那个时候那个老师要他学 怎么去点那个点 那个点要有重量 有速度 有加速度 他在把孩子 一个六岁七岁跟他学书法的孩子 带到大自然里去认识 整个大自然里各种的物理现象 那最后成就了一个大书法家 如果我们今天只把自己局限在书法的临摹上 其实走不出框架出来 所以我想池上天高地阔 所以他其实是我相信很多人的养分 所以我也觉得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在文化圈知识圈当中 走到池上其实是有很大的震撼 反而能够把自己局限的一个小空间 能够真正打开来 好 大家看到这是翻土以后的天 那个稻梗已经打碎了 翻在土里 那这个画面 其实我拍完以后我自己吓一跳 因为我很喜欢的画家范古 他有很多的画 前面是五分之四 画面的五分之四全部是一块土地 上面远远五分之一才是地平线 我忽然想到他曾经是矿工牧师 他曾经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赫勒斯 大量在农田里画画 他对土地有一种敬重 所以他的画面 当时我们看到有特别的论文研究 说范古当时没有别的画家敢用五分之四 这么大的篇幅去画完整的土地 他就是在歌颂那个土地本身 可是今天在二十一世纪 当人类重新要找土地价值的时候 范古的话变成了一个新的指引的力量 油菜花起来了 油菜花是 刚才我们讲油麻菜子 以前讲最不值千的女性 就会用油麻菜子来讲 可是在池上你会看到收割的稻田 在池上我一年当中 好像风一吹全部就是一片金黄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力这么强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吃到最好吃的油菜花 那个嫩到不可思议 所以我有点被养坏了 我现在回到台北 我不会去吃油菜 我觉得怎么那么老 里面都是纤维都是丝 因为你吃到了最好的油菜花 然后这个时候观光巴士来了 一车一车的客人下来 一定要把脸放在油菜花旁边去拍照 那你也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其实在找自然秩序 可是接下来他也很尴尬 因为他就忽然看到他很恐怖的画面 因为耕耘机就把油菜花整片金黄推倒 全部压在土里面 我就看到那个美丽的少女刚拍完照 以后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对待油菜花 那农民就很安静的说 油菜花本来就是要做肥料的 我不晓得我在那里觉得 我自己怎么样子从观光客 跟这些观光客一样在尖叫 到最后能够在生死面前 学会一种安静 就是自然秩序里面有一种安静 所以有一天生的滑美死的哀伤 我们大概只是虔诚的末道 不会尽叫起来 因为没有多久油菜花推倒 变成养分 接下来你就看到一大片大片的白布 棉布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一百多公尺长 然后随时要去洒水 我就偷偷把那些布掀开来看 里面是一盒一盒的稻子 刚在发芽 白白的一点点的芽 还不是秧苗 秧苗是绿的 它只是芽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农民 简直像照顾最幼小的婴儿一样 那么小心呵护 有时候要打开布 让阳光晒一晒 又不能晒太厉害 因为晒伤 然后定期要洒水 东北季风吹起来的时候 要让它的温度 能够保湿 他们是这样照顾那个稻谷的 所以其实在拆秧之前 你就看到 对生命这样的一种 照顾的力量 永顺育苗中心 所以大家下一次看到 那个白骨就知道 底下在呵护多么细弱的胎儿 好 接下来要插秧之前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插秧之前 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水 因为要放水了 那如果要放水 大家可能真的要进 初来大桥到南横去看 在南横当中有一个叫做 新五旅溪 文武的五 双口旅 新五旅溪在整个的南横峡谷里 穿流不断 它出了峡谷 到了初来大桥底下 才叫做北南溪 也汇流了不同的其他的支流 然后这一条溪就被引导进池上 变成非常好的一条河水 经由水车 经由水镇流到每一块田里去 每一块田高高低低的水 开始去滋润 那个冬天已经被冻干的土地 让它重新变成 可以让胎儿着床 胎儿着床 完全像生命的照顾一样的状况 然后去过池上的人都记得 家家户户都在水镇里洗衣服 那刚去像我这种土豹子 就会问说 你家没有自来水 因为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会跟阿姨什么 跑到河边 溪里面去洗衣服 然后他们就会回头说 有啊我们家里有自来水 可是你不知道吗 那个水不好 因为有很多化学物质 那北南西的水是饱含矿物的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自然秩序 池上的人其实是比我们做了更好的功课的 那我们一直觉得最好的米 他们认为是不是最好的 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水 他们也告诉你那不是最好的水 然后他们给我吃他们家里种的木瓜 他们有一天刻意送来琵琶 不放在我的门口 因为他们害怕我糟蹋了 所以就说 你现在吃琵琶给我看 那我正要剥皮 他说不准剥皮 我说琵琶不准剥皮 怎么吃 他说你要相信这是我家种的 没有一点农药的污染 那个皮是最好的 你如果怕脏 清水冲一冲就好 我就清水冲冲吃下我一人生里第一次吃的琵琶的皮 那好吃到不行 所以我才知道我们离开自然太远 离开土地太远以后 我们吃到所有东西可能都是不好的 可是我无法判断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职上人其实在过最奢侈的生活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我吃到一个鸡汤 我说怎么会这么好 他说你要不要看一看 他在我身上 台湾所有的那个禽流感的事情 没有沦陷就是池上 我看到那个鸡我才发现 哦 因为那么大一块地 只有那么几只鸡跑来跑去 它没有禽流感的问题 禽流感是被人养出来的 你不给它空间 你可以看到美食的滋味 那个美国纪录片 在告诉我们美国的打烊鸡场 那个鸡到最后连骨头都站不起来 因为他要他快一点长肉 人类好恐怖 人类在整个的违反生命的状况里 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资本赚钱 而最后我们吃到东西都是最坏的东西 所以我想我吃了那个鸡 他说还不止 那我说你放了什么香料做料 他说什么都没有吃 放一种东西 橄榄 我说橄榄有这么好吃吗 他说他放在家里腌了14年的橄榄 只放14年的腌橄榄去煮那个鸡汤 你知道那个味道你永远不会忘掉 所以我今年4月去巴黎一个月 我的箱子里面打开全部是池上的东西 池上米 池上玉蝉原的豆腐乳 我现在已经不乱吃东西 因为我变池上人了 因为你知道池上人这么奢侈 你没有办法吃有农药的米 其实你吃到口中就知道它不一样 你马上可以知道说那个东西多不好 有没有经验你到一个新整修的房间 新装修好的房间 你觉得里面有一个气味 让你觉得肺也坏掉 皮肤也坏掉 那个叫甲醛 我们大量的油漆里面有甲醛 你不用别人告诉你甲醛 你的呼吸道告诉你那里面是伤害你的身体 你去游泳池 那个氯放得太重 你游泳的时候你上来 头发也不对 皮肤也不对 呼吸气筒也不对 我们其实 防不胜防我们的生活里充满这些有毒的东西 可是我们怎么样子 找回一个干净的空气水土地 我相信是今天我们 池上日记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大问题 短时间无法解决 可是人类如果再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相信真的是离灭绝不远 放水以后那个田地 大概是池上最美的时候 去滋润一块土地 然后慢慢让它变成柔软 它才能够承担生命 然后这个时候秧苗白色的布打开了 秧苗一盒一盒的送到秧田里面去 秧苗是卷起来的 外面是根 然后保护着那个嫩的秧苗在中间 一卷一卷送到田地里面开始擦秧 擦秧以后的水田 其实是池上非常美的风景 因为那个水田 浅浅的水刚好导映出天上的云影天光 像一面镜子一样 所以我有好几张是那个季节留下来的 大破池 这个是欧洲人看到就站起来立刻鼓掌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风景 其实是亚洲的水田风景 池上的云简直像魔法师一样 千变万化 你大概从早上看到中午 那个云就一直在发生各种的变化 从滴滴的飘在稻田上到随着日出 慢慢越来越升高 然后变成天空的云 到黄昏以后 如果整个白天的太阳日头很强 黄昏的时候它大概又下一场雨又下来了 所以你会想到王维说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那个水跟云也是一个自然之序 它并不是两个东西 它是一种循环 所以相信你的手机都可以拍出这样的风景 然后你很快乐是 你每天跟着不同的成婚行走 就看到那个秧苗一天一天长大的过程 这个是云铺 太平洋的风把云带进来 翻过海岸山脉 翻过以后好像有一点累了 它就不往上飘 全部往下 像瀑布的倾泻下来 叫做云铺 大概你在纵谷 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让你惊叫起来的风景 你们看到很清楚的云铺 这一带 整个是往下倾泻的 这是我历春前后五点以前拍到的大破池 我手机拍下来 手机现在好方便 马上就可以传给朋友 那个朋友大概到八点钟才回复我 然后说你又去瑞士了吗 台湾很好玩 台湾看到一个风景就说 是不是瑞士 然后我跟他说是大破池 他就说你骗人 因为他说他去过很多大破池 很多次大破池 没有看到这样的风景 可是大家注意我刚说的是 历春前后五点以前大破池 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 没有阳光的时候 整个的色彩还没有饱和 所以它是一个灰蓝色调的层次 这个就是宋元的水墨画要画的东西 宋元他们在水墨里希望抓到繁华过境以后 一种诸相去尽的本相 《金刚经》里面总是在讲这个色相 离一切诸相 所有我们视觉上看到的东西 它都是假的 都是虚幻的 它只是因为光 所以能不能看到那个本相 因为等到阳光出来 它就变成色彩 那这两张画我都画了 是一个在阳光出来以前 一个阳光刚刚透过大破池的树林 一道一道的阳光呼唤起所有色彩的苏醒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绿就开始出来 这是苦练 苦练在重古非常漂亮 二月有机会坐一次重古的火车 沿路都是大株的苦练 那日治时代很爱重古练 那后来好像听说是因为苦 痛苦的苦 汉族很不喜欢苦这个字 所以就不重苦 甚至我听说有一个学校 曾经有过很多大苦练 都被不喜欢苦的校长砍掉了 所以现在其实大概只有重古 还看到很老的苦练 像池上车站 一下车右手边 你马上可以看到一株大的苦练 二月的时候那个香味逼人 它的花粉色的 非常细小的花 非常漂亮的苦练 可是我在那边待了一两个小时 就看到没有一个游客下车 匆匆忙忙 他们看到这个苦练 因为他们都赶着去看另外一棵 禁城母书去 这个是南横 南横从这个地方进去就是 进南横的崖口的部分 池上是土地庙非常多的地方 土地庙是因为刚才讲丰收 所以要感谢神 所以拜拜 那我也问过他们 那如果今年不丰收怎么办 他不丰收也要拜拜 因为天地没有必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丰收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土地伦理 所以当我们今天太容易抱怨的时候 我们大概在池上看到农民从没有抱怨 所以丰收是感谢 欠收他一样要去敬拜 这是稻穗 刚刚停起来 那个时候我觉得好漂亮 那个刚刚授粉以后抽出来的稻穗 可是农民张天柱就跟我说 他还要更饱满 他要弯了腰够谦卑 头更低向土地 才是好的稻穗 你看到他们到处都有土地庙 这个是龙宅伟的福的词 然后我就很自作聪明的跑去跟农民说 你们那个词好像写错了 应该是另外一个词 然后他们说真的吗 他们也很感谢 有一个台北来读书人告诉他们这件事 可是他们好像也说 没有关系啊 我们很虔诚 那要比虔诚 我当然知道我绝比比不上他们 所以我的意思说 也许知识 是让我们不够谦卑的原因 就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我想大家都知道 知识并不等于智慧 这些不适次的农民 他们有大智慧 他们在土地里面学会生命的敬重 他们不是知识 不是去整天斤斤计较知识的人 所以我忽然在他们的面前觉得 我要如何重新跟他们学习一些东西 我很喜欢在大波池散步 那个清晨 云没有散的时候 大概荷花是最美的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了 就是在云雾 可是你大概一定要清晨 在五点钟左右 然后在那个云当中的荷花的摇曳 完全像一个梦幻的世界一样 所以吃上匆匆来匆匆去 其实不容易看到什么 那我觉得需要停留 需要去感觉时间的移动跟变化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丰富的东西 刚才讲台湾蓝树的甲果 这个是它的花 这个黄色的花掉落以后就是甲果出来了 然后清晨几乎毫无例外 在日出以前 每一株草上都有 漂亮像珍珠、钻石一样的水柱 那些露水 譬如朝露 它很快就不见了 太阳一出来就全部不见 所以有时候也发现自己手机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蹲下去 刻意去留下你看到的那些露珠 这是不带脸 不带脸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种植物 它的紫色跟黄色非常漂亮 其实有点像墨内化的鸢尾 可是它很难维持 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想把它偷回家 放在家里 结果一拿起来它就死给你看 因为它底下是一个水囊 所以它必须饱含水分 我曾经后来想了一个方法 就把它赶快放在测水马桶里 让它维持那样 可是还是很难 就它需要大量水分 所以你知道不带脸很漂亮 可是很少人用它做擦花的花材 因为它不可能卸完 我们古人说可以远观不可卸完 可是我也想美 你为什么要占有它 你看到其实就是你的 那去占有 大概也是对自然之虚的一种不理解吧 洛神 现在池上有很多的有机农法座的洛神 还有蜂蜜 还有桑叶 他们的桑叶茶也极好 所以我就变成好像不敢吃其他地方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确信那个175公顷里 除了米好以外 它维持了一个生活的品质 一种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这是有一天忽然吹坟风 大家可能听过东部吹坟风 那个温度会飙到39度 40度 然后我就看到农民就很忧心重重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 大概再过一个礼拜就要收割了 然后半小时以后 焚风停了 他们就赶快去土地庙拜拜 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他说如果再多吹半小时 所有的稻谷都变空包蛋 就被烧焦了 所以你也开始知道 你不只分享了农民的丰收的快乐 你也成分担了他们的忧虑 他们有很大的 因为这个焚风继续吹下去 他们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所以因此那个静天静地的静这个字 是说我如何在天地之间 有这么多的意外状态里 我要存活下去 所以不得不静 每一棵秧苗大概都是被光照耀到的 照顾到的 这是水黄皮 水黄皮也是日治时代很爱种的树 一个茄冬一个水黄皮 一个苦练 台北的徐州路市长官邸 那个老的日本长官的官邸 里面很多的水黄皮 水黄皮你很难发现 因为它很高 它的那个花紫色小小的 你不靠近其实拍不到 可是它掉在地上 你比较容易看到掉落在地上的紫色的花蕾 茫草又出来了 所以大家已经看到我的手机里是过了一年 就是完整的2014到2015年的秋天的一整年 那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几张的画作也都完成了 所以稻谷在最丰收的时候 垂得非常低 它的金黄里面出现琥珀的红色 然后每一个都非常非常饱满 有没有看到都塌下去了 就这个一定是收割前几天 必须要抢收了 因为如果再不收它就会腐烂掉 因为它已经靠近到土了 池上的云让你简直是不可思议 它就是可以这样躺在地上 完全不愿意高飞 然后你也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多的野心 那么多伟大的计划 然后它这么懒洋洋 所以很多人到池上觉得好放松 我说因为那个云 因为那个云就这样懒懒的 然后那么长的一条 它都不往上飞 这是苦练在冬天节的苦林寺 这是大破池 它们小规模的田还是用手插秧的 大规模的现在改了耕耘机 土地庙跟田地的关系 这是我走过一定拜得的土地庙 因为我住的大破村就在附近 油菜花跟白色的夹蝶的关系 然后冬天大家觉得大破是荷花都没有了 应该没有荷花可看 可是你走过去你会发现 荷花留下的荷梗 蝉梗完全像书法 漂亮极了 所以你会忽然觉得 原来书法可以不要去故宫的 你看烧田也是书法 你看河梗也可以是书法 各种不同的线条的风格 也许让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领悟 这是池上的朋友到 有路的朋友到池上去编辑 池上日记的时候 我在散布他们拍的作品 我永远看不到我自己散布的样子 所以幸好有他们 谢谢他们编了池上日记 跟池上印象 那也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自然秩序跟土地伦理的一种快乐 谢谢